缺铁的症状 疲惫、吊法、意识癖 缺铁是不少华人女性的困扰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贫泻 现介绍缺铁的症状及常见的高危险群 提醒大家 但除非确定自己真缺铁 不然不建议自行补铁剂 根据台湾2013-2016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查 45岁以下育林女性的铁摄取粮都没有到达建议摄取粮 DRIS又以13-15岁、16-18岁及19-44岁差距最大 仅达DRS的73%、80%及86% 主要以无贫血症状的潜伏性缺铁为主 缺铁的12症状 1.异常疲累 血红素的制造会需要铁质 当铁缺乏时会没有足够的血红素 就无法将氧气顺利送达组织和肌肉 心脏也必须更加倍工作 容易感到疲累 2.苍白 红血球中的血红素让我们的血液呈现红色 缺铁时会让血液颜色偏淡 因此缺铁的人在皮肤、嘴唇或下眼瞼内侧会较苍白 尤其是中度或重度贫血的人 3.汤匙状指甲 严重的缺铁性贫血可能会先有指甲变脆 容易碎裂 后期则可能出现勺状指甲 也就是指甲中间凹陷 边缘吐气 像是可以盛装水滴的汤匙 4.舌头肿胀或溃疡 舌头肿胀、发炎、苍白或异常光滑 或是口干、口腔溃疡 都有可能是缺铁的迹象 5.异喘 当发现自己在走路、爬楼梯等日常行为容易气喘吁吁 有可能是缺铁所造成的血红素吸氧量降低 让身体必须藉由提高呼吸频率来试图获得更多氧气 6.头痛、头晕 大脑是身体耗氧量很大的器官 缺铁时血红素降低 没有足够的氧气到达大脑 可能导致大脑血管舒张 造成压力和头痛 尤其在女性中更为常见 7.心悸 长时间缺铁会让心脏必须更努力输出 将血液及氧气送到全身 在少数人身上可能会有导致心跳不规则 心跳加速、心脏扩大或心杂音 甚至心力衰竭的风险 8.皮肤干燥 头发受损或掉发 当皮肤和头发缺氧时 会变得较脆弱而干燥 也和掉发有关 9.不宁腿症后群 Restless Leg Syndrome 不宁腿症后群指的是 休息或静止不动时会迫切想要移动腿部 常有腿部酸疼、麻、氧或灼热感 尤其在睡眠时太别严重 发生原因尚不明了 但研究发现缺铁性评写者 发生几率为一般人的9倍 10.一时匹 拍个一时匹指的是会对奇怪的非食物或食物有强烈的渴望 像是吃冰块、粘土、泥土、粉笔或纸张 也有可能是缺铁的其中一个迹象 并可能发生在怀孕期间 11.情绪低落 研究发现缺铁性评写可能和成人的忧郁症有关 缺铁的孕妇有更高罹患忧郁症的风险 12.免疫力降低 健康的免疫系统需要铁值 因此缺乏铁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缺铁常见原因和高危险群 缺乏铁的原因除了饮食中摄取不足之外 也有可能来自于需求增加 乳孕妇、吸收不良、慢性肠道发炎、乳迷泻 小肠切除手术患者等 或是流失增加、月经过多、消化性溃疡或截止肠癌 另外,新生儿或早产儿若没有从母乳或配方奶中获得足够铁 也可能有缺铁风险 因此必须要在4到6个月时由副食品中补充 物自行诊断补铁,过量易伤身 就算是符合以上提及的症状或高危险群 也不建议自我诊断和自行购买铁剂补充 因为缺铁的检测很容易可以做到 若确实有缺铁 多数也都可以在医生指示治疗下改善 若长期补充过量铁剂 会对心脏、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 因此最好在医生处方之下使用铁剂 不建议自行补充 如果补充铁剂出现副作用 如便秘、呕吐或未食道逆流等 也请和医生讨论是否调整补充剂类型或剂量 健康生活编辑部